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林云的直播间 林说财经,有料有趣,有获益 今天是2022年4月11号 进入了4月的中旬,也是新的一周的开始 今天A股这个走势是没有悬念,做出了选择 就是向下继续的探底 从多数指数来看是有破位这么一个状况 比如说我们看科创板50跌破1000点整数关 科创板指数今天跌幅达到3%以上 也创出了年内的新低 另外护生300,护士综合指数和生成子 都是幅度不小的一个下跌 也都是低开低走的走势 虽然还没有创下新低 但是在前段时间平台整理之后 就315过来大概三周左右的平台整理之后 重新的下移 同样的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平台上面的后卫 这是今天市场的第一个状况 就是指数表现为联动下行 幅度是近期跌幅最大的 尤其是以科创板50和创业板 是一个领跌的一个状态 第二个特点就是下跌依然是放量 两市合计的成交在6000亿以上放量 个股的涨跌比差距拉得非常的明显 所以今天市场有热点 但是热点是拉不住大盘 也带不来个股的一个响应 就是不会说在市场调整当中 有更多的个股活跃而是少了 所以今天个股的涨跌比差距是相当大的 上涨的加速888家 下跌的加速3800家 这个差距是将近3000家 这么一个差距 从北向资金来看 今天也是进卖出 因为跟港股联动 跟美股联动 也是示弱的一个状态 上午大概有57个亿的资金的进卖出 量不算太少 那么从指标股来看 今天既是指标股遭受重挫 也是赛道股最活跃的几个方向 出现了重挫 这个也可以体现为市场的调整 越来越深化 开始动摇到机构抱团的方向上面 是跌了又跌 跌了没能够止跌 出现了加速的一个下跌 比如说能源金属 今天跌幅 指数的跌幅达到了6% 那整个新能源方向上面 今天跌幅也比较大 比如说宁德时代 中午的时候跌了7% 盘中最大的时候跌了8%以上 虽然也没创新低 但从走势来看 是裂口向下 长阴线的向下 通常来讲是有沙昌力的 那么能源金属或者赛道股 这次的调整什么原因 我认为说 从逻辑分析上面来讲 是有两个理由 一个理由就是美联储缩表 流动性的收缩 通常对成长股不利 在美国就表现为对科技股不利 在A股就表现为对赛道股不利 这是来自美联储缩表 它的一个连锁反应 就资金紧了 市场风险偏要降低了 不愿意买飘在空中当中的这些股票了 这是第一个瞎杀的理由 另外一个成长股 它是要靠景气度来维持它的预期 那么现在疫情反复 而且现在疫情的反复是呈现出 局部有中灾区 比如说像上海 这是中灾区 同时它出现了外移 所以在我们中国经济最活跃的 贡献度最强的东南沿海 都普遍有零星或者区域的 小规模的疫情 那么现在因为采取的是 动态清零的策略 所以一旦有疫情就要响应 那响应通常来讲 对经济活动还是有一定的负面的冲击 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 赛道股的表现就在景气度上面有所打击 比如说我们看今天宁德时代 为什么出现大的下跌 是因为宁德出现了疫情 那么宁德时代的表态是通过网格化的管理 生产没有受到影响 但是市场可能就没敢那么大意 另外新能源车里头 也有停产的这样的一些说法 这个就是市场还是采取谨慎 规避主动离场这样的一个应对 谢谢